南北朝 北朝 东魏 东魏存在于534年至550年间 是从北魏分裂出来的北朝割据政权之一 北魏政权在魏莫各族人民的起义打击下摇摇欲坠 统治阶级内部 展开了激烈的权力争夺 而朱镕发动和音之变 控制了北魏中央政权 534年 全臣高欢所立的皇帝 北魏孝武帝元修 不愿做傀儡皇帝 被迫投奔关隆军阀与文太 高欢暂时拥立元胆 主持朝政 但回京后 以辈分错乱为由 废除元胆的权力 改拥立元胆的世子 年仅11岁的元善建为帝 即魏孝敬帝 东魏开始 东魏以今山西省太原市为别都 高欢坐镇靖阳 遥控朝廷 国土包括今河南汝南 江苏徐州以北 河南洛阳以东的 原北未统治的东部地区 高欢掌权期间 土地兼并情况严重 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锐 而且屡败于靖敌西魏与文太 550年 孝敬帝善位于高欢之子高阳 东魏覆灭 东魏历时17年 锦衣帝 即孝敬帝 袁善建 第225位 东魏孝敬帝 袁善建 袁善建 在位17年 28岁 孝文帝袁洪曾孙 清河文献王元一之孙 清河文宣王元胆之子 袁善建 以表堂堂 陈雅明静 心怀大志 世人赞叹由北魏孝文帝的风范 拥有文武才干 颇得朝旺 永熙三年 孝武帝袁修迁都长安后 被大丞相高欢拥立 即位于叶城 年号天平 十年11岁 策立高欢的女儿为皇后 由大司马元胆 和全臣高欢 共同辅政 高欢死后 其子高成成绩复职 权势更大 五定八眼 袁善建 被迫善位于其王高阳 被其建立后 受封中山王 后被高阳毒杀 年仅28岁